今天我們要教大家的是西班牙文的 過去簡單式 跟過去未完成式 這是在A2課程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也常常會拿出來做比較 過去簡單式比較像是 我們英文或中文會用到的 就是一般的過去式 你昨天做了什麼 我昨天去看了電影 就是一個過去而且已經結束了 跟現在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 你就敘述完了 那如果是過去未完成式的話 你會說 可能你昨天在家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 就是你要形容過去的一個時間點 你正在做什麼 一個過去的進行中 我們就會用過去未完成式 那你的回答可能會是 例如說 這是一種回答方式 那在A2的課程裡面 你就是要區分這兩種時態 那是最重要的部分 好嗎 你不去打算 我們來打算